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这笔费用要十万块钱 十万 他遇到这么大麻烦 我跟他一个宿舍我都不知道 我今天去了一趟银行 这个是我所有的存款 还有几千块 先都拿去吧 谢谢你 我挺惭愧的 我信用卡上还有一万多没还上呢 不过没关系 我可以去给他借 明天就给他 谢谢小妮 你叫我来就跟我说这些 这跟我有什么关系吗 谁家没本难念的金儿 你以为谁都跟你一样从小一帆风水 含着金钥匙长大的吗 谁家的钱都不是天上吊下来的 蒋一鸣你怎么会讲这种话 马绍鹏是我们的同事 是我们共患难的兄弟 你怎么会在这种时候看热闹 行 你不想帮忙的话门就在那里 没有人会拦你 是我们耽误你时间 是我们对不起你 好吗 我们都在想怎么帮老马家解决问题 而你呢 蒋一鸣 只有你在袖手旁观 好啊 都针对我了 你们做这些有用吗 凑来凑去 不还帮不上你们的好同事 好兄弟 浪费时间 蒋一鸣你够了啊 这都什么人啊 大家都是同事和朋友 人家有奈他能袖手旁观 真厉害 算了吧 那是人家的自由 我们在自己想要办法的 你以为谁都跟你一样 从小一帆风水 含着金钥匙长大的吗 我们都在想怎么帮老马家解决问题 只有你在袖手旁观 你不想帮忙的话 门就在那边 没有人会拦你 一鸣 快 叫爸爸 忘了一件重要的东西 来 拿着 来 拿着 叫爸爸 这爸爸红毛就是你的 快叫啊 一鸣 你想把妈妈气死是吧 让你叫为什么不叫 他以后做了你爸爸 你就有好日子过了 你到底想怎么样啊 或者说他说 真的之前吗 让你带我好日子 来 我带我来 尽量的东西 来 你看 是 我 是 谢谢大家